武术和投资拥有同样的智胜之道 他们需要准备、灵活、勤奋和精准判断 这就是松大资本的投资理念 因为当准备、行动和机会相遇 这就是成功的完美秘诀 让钱为您卖力挣钱的秘诀 我们是松大资本 你的股票行呢会主动的就 你没有办法top up吗对吗 他就主动帮你卖掉 那些股团前辈们 他们会不会也清楚的知道 我们股市的最近这一个星期的下跌 这些小股票的恐慌 其实跟其他的公司的基本面 跟整个股市跟马来西亚经济的基本面 都没有直接关联的 哈喽各位同学你们好 欢迎回到陈建老师的频道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关心一下 最近我们马股里面出现了那些小型股票的sell down 因为有媒体啊就说已经找出了最新的这个小股灾的真相了 跟大家讲一讲看看同学们你们怎么样理解哈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啊 在我们录制这个视频的1月19号呢 The HCO Morning Briefing的这个封面呢 仍然是你看啊 small caps sell down white off over 7 billion 在我们马股里面最近的这些小股票的这个暴跌啊 尤其是其中这13个counter13只股票啊 就已经蒸发了70亿的这个市值了 这些股票很多他之前的市值是有虚高的嫌疑的 所以并不代表说我们马股的每一位投资者要平均承受这70亿的这个这个市值的增发 那真实的情况似乎没有这个标题形容的那么的可怕 那呃我说刚刚有媒体已经说已经找到了这个事件的真相 呃我用这一边KYC Screener的转发哈 其实是来自于东方日报东方财经的 那么东方日报的报道呢 就说他们找到了这三家公司 因为这三家公司都有同一个大股东 就是Dr.尤光春先生的 那这边东方财经他说他找到的这个独家消息呢 就是其实这三个股票的崩跌是源自于一个practice 就叫做warehousing 这里东方财经呢就直接将它翻译成为储仓商 其实warehouse我们知道了货仓嘛 那warehousing在股市里面呢 可能更加容易的是理解成为代词吧 对嘛就是我帮你拿住你的股票啊 不过呢是拿我自己的钱啊 就是不是你买这个股票然后革命给我拿住 而是我自己出钱帮你买了这个公司的股票并且hold住 通常委托你这样子啊 那你买我的这个公司的股票然后帮我收住他 对你的委托人呢他会给你赦登的利息的 而且很可能是每个月还了这个利息 那这个东西呢并不是犯法的 就是大家是在一个理情我愿的情况底下 然后东方财经就打听到啊从消息人士那边啊指出 呃这一位打斗尤光春先生的代表也就是代理人呢 就未能按时支付利息 所以呢就导致帮他warehouse住这些股票的职仓人士呢 在2023年的圣诞节之后呢就开始呢 陆陆续续抛售他的股票 然后呢抛售的量越来越大 而当这个抛售的雪球越滚越大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事件发生了 就是因为如果你持有这些股票 是你全部拿现金来买的话跌几多没问题 但是最害怕的就是 很可能你帮忙持有的这一些股票里面呢 你本身也是有借钱的哦 就是跟股票行拿这个margin finance 就是融资啊margin啊来hold住 那现在你的市值这个股价蒸发太多的话 你就中margin call了哦 那当持有啊正在下跌 而且下跌速度这么快的这些股票的人 中了margin call的话 通常两个情况 第一就是从别的地方搬钱回来啊 补仓support住 但是刚讲了因为现在这个股票呢 是快速的下跌 你又不知道它会掉到什么时候啊 通常你是不敢随便补仓的哦 很可能你就直接是卖掉 也就是直接cut loss啊 realize那个亏损就算了 又或者是啊 你什么东西都不做的话 股价跌得太快太凶的话呢 你的股票行呢会主动的就 你没有办法top up嘛对吗 它就主动帮你卖掉 而这样子的情形就会加剧原本的卖压 让那个股票跌得更加的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连续的limit down的那个情况 就应该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那当最初的这三个股票出现崩跌之后呢 啊它是怎么样将这个恐慌的情绪蔓延出去的呢 同学们你可以想象一下哈 就是当人家知道这几个股票有warehousing的情况啊 以及帮忙背后买入而且持有的这些仓户啊 这些warehouser们啊 他们是有用过margin finance 那么市场就会传出去 喂某某公司它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哦 另外这个这个什么公司 听说它也有这个warehousing啊 而且帮它买这个股票的人啊也是用margin finance的哦 那这个时候呢消息一传出去啊 就造成其他的一些可能涉嫌 或者纯粹是投资者认为你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这些公司通常是小股啊 那也跟着出现了抛售 那么它一抛售的话 也真的可能去够到原本里面有用margin的人 啊它也要补充 它也被forselling 那结果这些股票呢就跟着多米洛股牌一个一个的倒下了 而还不止这样子哦 同学们你看啊 这个是the age的这个完整的报导 它里面讲到的13个股票嘛 对不对 wideoff了7 billion的这个marketcap 那一开始呢 是这几个公司 首先是打得得得由光春先生的旗下三个公司 然后另外的这些公司也跟着开始下跌 而再传染到其他的公司 对吗 那么 其实又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因为从最初的三个公司再传染到其他的另外的几个公司 就出现了一个局部的sell down的情况 在这些小股票身上 投资银行还有股票行呢 就开始变得更加谨慎了哦 所有要交易这些股票的 或者有一些就是连investment bank还有股票行 他们自己也整理了 他们认为啊 可能这些股票上面是危险的 他们就会通知下面的remind 这些经济以及他们的顾客们啊 哎 你如果要买卖这些股票 加上另外的这些股票啊 已经在下跌的那些股票 以及他们认为也是有风险的那些股票呢 通通你要进行现金交易 我们不可以给你margin the finance 那其实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行内的术语 叫做剃头啊 原本我可以给你这个valuation 原本我可以根据你的这个股票值的价格呢 来借钱给你 现在我全部收回我的这个贷款给你了 甚至你之前用了margin的 现在我也要你追加这个保证金 那又造成了这些股票呢 进一步的出现了一些各路卖出的现象 那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一波一波的传开来 就令到市场呢越来的越恐慌 我想问你们啊 现在此时此刻在大马股市里面 有哪些公司的业绩是已经出现了成长 正在成长之中的呢 想不想学习怎么样将这些上市公司股票找出来 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呢 我们给大家另外准备了一个两小时的webmino 到时候我跟我们松大的助教们呢 会给大家演示step by step的在大马股市里面 散户投资者可以怎么样找出成长型的股票 我相信你们会学到非常多for 接下来2024、2025年 甚至跟我们马来西亚的工业大蓝图2030年 相关联的那些投资主题的我 马上点击我们的链接 预理你的位置 我们到时候慢慢再讲好吗 ok好目前看来这件事情 因为有这个消息已经被报道出来了 那似乎呢市场上面的投资者呢 已经冷静了下来 就有时候我们要恐慌很容易 我们要理性变回理性的话 其实也不难 那首先虽然看起来标题上是 哎市值蒸发了70亿马币 其实啊71马币还比不上一支综合指数 30大成分股的市值 对吧就我们整个综合指数30个股票里面啊 可能最小的那一个公司的市值都不止71马币了 也就说啊虽然出现了这么多十几个股票的 这样子的暴跌啊 但是对整个大马股市的市值来讲呢 其实影响呢是冰山一角罢了 而然后我们再看啊现在这十几个股票是属于小型股票下跌吧 那小型股跟我们的综合指数对吗 KLCI我们这些是大型股票组成的指数 其实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我们看到综合指数呢 虽然在这个星期里面也有下调 是从1500点跌到1480多点 其实我们综合指数只是跌了十几点罢了 那这个下跌的幅度呢 其实对比啊2023年上半年 我们担心马来西亚的这个股市不稳 因为安华政府的政权 当时候传闻可能会坚持不了多久 然后马币又一直贬值的那一种时候啊 2023年的上半年我们跌了百多点呢 而我们再来看啊另外一个指数 就是这个富时大马小资本指数 这个small cap index啊 其实你看那小资本股票啊 在今年啊进入2024年以来啊 最高就17000多点 然后跌到这个16000多点 其实连我们的这个small cap index 虽然它出现了这个比较急的下跌啊 但是其实它今年2024年一月份的这个下跌呢 它的幅度啊以幅度来讲也并不是那么的可怕 所以我还是认为啊这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sell down 或者是小股票之间的这个小股灾 它跟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 我们大马股市本身的基本面啊 关系真的不是很大 甚至啊我想用完全没有关系来形容啊 但是我知道大家可能不同意 因为事实上这个恐慌的情绪呢是有蔓延开来 令到很多其他的股票呢 也出现了回落的现象的 但是现在现在啊 如果东方财经查出来的这个事件的真相啊 已经给大家知道了之后啊 我认为市场呢会恢复理性的 当然啊我也觉得我们的相关的政府部门 就是我们的证监会啊大马交易所呢 是不是应该也要针对这件事情呢 进行一些调查 以及提高相关有必要的这个监管 让我们本地的大马股市 在未来不会随随便便的受到这种啊 突如其来的这个下跌 然后对市场造成恐慌 从中也可以保护那些对股市 不是很熟悉的这个新手投资者 避免让他们掉进去这些会出现散崩的 没有基本面支撑的公司的陷阱里面 大家是否认同呢 如果认同的话给一个点赞 也欢迎大家顺便按买那个订阅的button 然后每个星期呢 来陈建老师的频道这边呢 了解大马财经以及大马股市的一些最新动态 谢谢你们的支持线啊 然后呢有一些陈建老师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呢 想给大家讲多两句啊 是跟这一次的sell down事件呢 有些关联的 其实在一个星期前 就是我们现在录制这个视频是1月19号星期五啊 那其实在一个星期前的星期五呢 我就遇到了一位对大马股市非常熟悉的啊 前辈级的人物了 当时候他也跟我谈论起就一个星期前 还没有那么多股票下跌 就是首先那三个股票Rapid Synergy YNH Property 还有那个Emas Pro 这三个公司已经出现了崩跌了 那当时候这一位股团前辈就问我啊 他说哎陈建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那因为当时候其实我对这件事情呢 还没有那么关注 因为我本身并不会关注这些 就基本面上面我认为没有太大的 这个看点的公司啊 但是当时候啊 这一位股团前辈呢 已经跟我分享了他的第一时间的看法 他当时就说 他怀疑这几个股票的下跌 是跟那个Warehousing的事件有关系的 就一个星期前 已经有一些比较消息灵通的投资者 知道这个情况了 而到今天我们才看到啊 这个东方财经新闻呢 报道这个真相出来 那如果啊 这件事情的真相就是 是Warehousing的情况造成的 那么一个星期前就跟我讲 这个猜测的那些股团前辈们 他们会不会也清楚的知道 我们股市的最近这一个星期的下跌 这些小股票的恐慌 其实跟其他的公司的基本面 跟整个股市跟马来西亚经济的基本面 都没有直接关联的 那些跟住被人抛售 而无缘无故跌下来的那些公司 是不是会成为一些价值投资者 考虑称低吸纳的对象呢 那事实上我也看到大马股市里面呢 有一个公司因为它的股东里面出现了 刚刚提到的那一位 Datok Dok的尤光春先生 而这个公司的股票呢被市场呢议论纷纷的 就是Honglearn Capital这个公司 它其实是一间投资银行来的啊 有我们很多投资者们熟悉的这个股票交易的股票行业务 以前大家都听过的那个Honglearn Ebooking 就是under这个Honglearn Capital的 那其实你看啊 在刚刚过去这一个多星期里面呢 Honglearn Capital股价也跟住崩跌的 当然它下跌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它跌了十几%下来的话 市场上面的投资者也非常吾然 哇 有没有搞错啊 Ok 其实这个还是跟当年Honglearn Capital 跟这一位Datok Dok的尤光春先生呢 有过一些这个股权上面的你真我多啊 其实当年Honglearn Capital呢 想进行这个私有化就是大老板的嘛 当时李郭林燦想将这个公司私有化 但是Datok Dok的尤光春先生作为第二大股东呢 他不同意结果呢就双方呢 进行了抢筹码的这个情形了 最后呢Honglearn Capital的私有化呢是失败了 但是就在一个多星期前 这个Honglearn Capital的股价持续下跌的同时 我也在市场上面听到一些比较夸张一点的讲法 就是说当时李郭林燦呢 是利用这个机会啊来报市有化失败的一见之仇的啊 所以呢就针对了一下这一位Datok Dok的尤光春 但我觉得这个讲法不是太过成立啊 当时我一听都觉得有点离奇 是因为哎如果我是当时郭林燦啊 那我没有必要将我自己现在控制的公司对吗 Honglearn Capital 我将它弄低来报复某一个人呢 在我们录制视频的这个时候啊 呃那个东方日报的消息已经散播开来了 你就看到这个股票呢就出现了很明显的掉头回升的现象了 所以这边又给我们普通的马股投资者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经验之谈呢 当发生我们刚刚讲到的哎呀有几个股票造成市场的恐慌 再蔓延出去其他的股票 再造成大家面对普遍的margin call for selling 然后再到股票行给你head cut对吗 ok 要你现金交易的情况 那突然间收紧这个银根呢 的确会造成某些投资者因为急着用钱而要割肉卖出的情况的 那如果割肉卖出的对象是一些有基本面的 哎Honglearn Capital股票行或者投资银行的生意 我们马来西亚投资者都知道的嘛 他这么大动的office放在那边的话 他也不会突然间不见调的嘛 而且这个公司也是保持盈利状态的公司来的哦 他并没有亏损哦 而且你看看啊非常巧合的 公司的NTA净有型资产是3块9毛9 其实大概4块钱 而前几天股价跌到最低的时候 刚好就是到4块钱 而一个有赚钱而且持续盈利的公司 每年也有dividend派给股东的 喂大型公司 这个也算是一个蓝筹股来吧 好歹都是一个bluechip 跌到他的每股资产那边 那你对比一下刚刚的那个rapid对吗 Synergy他的股价从20多30块跌到现在2块多 蒸发了90%啊 但是你看啊公司的每股资产NTA是1块6 现在股价还是2块7毛8 就如果你单从公司的资产 对比股价market price来讲啊 rapid synergy现在还贵过home loan capital呢 那所以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啊 价值投资者去留意那些是不是有人被市场错杀的 就是应该从这些角度去入手 当然我再讲一次 我不是教大家追进去home loan capital还是什么样的 只是利用这一件事件啊 来给我们关注陈建老师的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呢 带出一些不同角度的思考 那当然最重要的另外一个领悟 在这一件小股票被sell down的事件上面 当然就是股价是非常脆弱的 尤其是你的公司没有基本面没有盈利在后面支撑的话 股价一路的上升 其实是造成你的这个公司的估值处于一个空心的状态 没有支撑 so他一崩跌下来的时候呢 他就会出现很夸张的跌幅 那这一个是投资者们以后在股市里面要走长远的路 一定要小心一定要避开的 好既然提到有些公司突然间被收紧银根造成股价下跌的话呢 我也想跟大家另外再讲一讲啊 最近香港股市跟中国大陆A股啊出现大跌那个情况的 恒生指数再次跌破了16000点 当然这个也造成了我们亚洲市场的一些情绪呢 不是特别的好 那中国的上升指数呢也是出现了跌破2900点 再跌破2800点的那个情况的啊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扶持的现象出现了 因为中国A股市场他们的上升指数呢 是已经跌破了2022年的前期低点 2022年有两个低位分别是在4月份还有在10月份的 那至于香港的恒生指数呢 他们之前有一个前期低点呢是在2022年的10月尾的 当时呢是曾经一度跌破15000点 那么现在香港恒生指数呢是再次跌破16000点 但是还没有第二度跌破15000点的啊 但是刚刚我们就看到啊上海的上升指数啊 已经跌破了这个2022年以来的新低 恒生指数会不会布它后城呢 我们要继续观察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边顺带提到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们刚刚就讲到啊大马股市里面我们面对的这个小股票的这个sell down的这一轮的情况呢 是因为收紧银根的 那我觉得其实现在香港的这个股市跟中国大陆的股市呢 都有这种啊收紧银根对它带来的影响 就最显著的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嘛 那因为外资的持续抛售那你单单靠散户投资者本地投资者或者来自中国的这个啊这个护港通对吗啊 让中国的这个资金进入香港股市去买股票 那很显然现在是流出多过流入的状态 那么就造成香港的市场呢就一直处于这个下跌的情况啊 尤其是不是到准备到新年的大家都等着用钱的时候呢 一些共同基金一些mutual fund的投资者呢 他们可能会有赎回的必要 那么这些基金经理呢很可能就被迫 even though在低位也要跟着割肉卖出这些股票 而造成这个香港股市或者是中国大陆的股市呢 都会有这个进一步的卖压的情况发生 所以看来农历新年前股市变成一个短暂的提款机 就说要赎回拿回我们的钱过年的那个情况呢 会困扰住这两个地方的市场一段时间 这个是我对就从马股发生了这个sell down的事件联系到的 就我的现在对这个香港股市的一些观察 好 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 下一条视频我们继续给大家谈股论经 拜拜